布施跟奉献除了让你快乐之外 它还有什么功德 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永远记住这两句话 叫与人良善终得福报 各位宇宙是一个因果法则的 你有了付出 它就会有回报 你去爱别人 别人才会爱你 帮助别人 别人才会帮助你 这就叫吸引立法则 所以世界上最公平的 它就叫因果 你终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 来得到获果买单 那各位 所以我经常说呀 人的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把最好的给了别人 就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最好的 这就叫福王者福来 爱出者爱返 奉献跟布施 除了能帮助我们富有之外 它还能够帮助我们什么 它可以给我们生大福大力 福无量 很多人说 为什么呢 来 我们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看到很多人会有钱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过去布施的时候 第二 你为什么看人家都有很多的愿意去帮助他呀 因为你都没有看到他过去不断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第三句话 为什么人家这么好运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过去做好事的时候 所以永远记住 每个人的成功 他都不是巧合的 不要去嫉妒别人 好好的做人 你可能就是下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 这就叫积德行善 服从天降